大家好 拍一條影片是關於我去旅行戴的三副鞋襪片 現在我其實在拍第二條影片的另一條影片 就是關於我去旅行戴的化妝品和護膚品袋片 如果未看的朋友就快點去看 而且如果未看的朋友可能未必知道我現在在哪 其實我現在身處在紐約在一間酒店房裡 手袋方面我總共戴了三個手袋 第一個是Chanel的Caviar荔枝皮 是mini rectangular的尺寸 銀色的鏈 旁邊 然後是這個黃色的 是非常夏日黑皮的質地 也是同一款的尺寸 但它的花紋是不同的 不是一個零形的格子 也是mini rectangular的尺寸 到最後就是這個黑色的Caviar荔枝皮 它的尺寸是最大的 那麼多之中就是medium and large的尺寸 它的鏈也是比較特別的 是金色的鏈 旁邊是這樣 鞋子方面我帶了五雙鞋 我會逐一說 首先是這雙Chanel的高跟鞋 這個是黑色的 前面是交叉交叉的 後面有CC logo 黑色是很百搭 可以搭配很多東西 然後就是這雙Steward的鞋 是紅色的 是很舒服的 因為是Wedges 所以不會像這些 但這雙其實也不辛苦 因為比較矮一點 是Lase Up的 然後就是這雙Chanel的平底鞋 已經給我租了 我下雨的時候穿它 打算換鞋子 但其實它說很近 所以我穿上去 但那時候是下雨的 然後先看看 但我覺得本身Pattern 也會很容易租撻的 就是這裡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有一條痕在這裡 這雙鞋只穿了一次 但也不是太差 然後就是這雙相機穿的 而且平時我在紐約 比較多路走 這個是CDG和Converse 一起合作的 看這個紅色深深 到最後一雙鞋 就是這一雙超級高的鞋 這一雙是Stella McCartney 但不要看它那麼高 其實這雙鞋很舒服 因為始終是Platform 所以不會太斜 有兩個扣 然後就是這麼多 好了 全部鞋子 非常夏天的花花的romper 是一個跌薄露肩頭的衣服 然後配上這個Chanel黃色的袋子 因為它有一點黃色在這裡 所以是很搭配的 黑色其實也蠻白白的 所以這樣配合起來也蠻好看的 下一套就是這個露肩頭的裙子 這個旁邊可以綁著蝴蝶 但我現在不是穿上身 所以看不到 而且這條裙子是前長後短的 我會把照片放在這裡 我穿上身的一套 鞋子方面 配上一雙黑色的Chanel鞋 也是一樣的 同一雙鞋 配上這個手袋 這個手袋是金色的扣 其實如果是銀色的話 會配上一點 因為這裡是銀色 也是露肩頭的 配上一雙紅色的高跟鞋 這個是Lace Up 所以有很多帶子 我也是一樣的 我穿上身的效果 而且配上這個紅色的袋子 因為袋子配上鞋子 是絕配 這個是可以斜背 或者旁邊背也可以 這一套其實也配上這雙Chanel的平底鞋 因為也是紅色的 可以配上這個手袋 看看那天做什麼活動 如果要很多走路的話 我會配上這雙平底鞋 然後就是這一條一字薄的裙子 上面有點奇怪 因為洗了之後 縮起來了 帶著上身 沒有問題的 是一個花花的裙子 配上這雙紅色的平底鞋 這個比較配 也可以配上高跟鞋 但我覺得這一套衣服 好像配上平底鞋 比較漂亮 然後也是一樣的 紅色的手袋 這一套就是我上機的裝束 也有朋友問 這件衣服 是Victoria's Secret的一件衛衣 因為在飛機上 也想舒服一點 不想穿衣服太緊 那些 就是這件很鬆身的衛衣 然後配上這條褲 也買了很久了 是Victoria's Secret買的一條瑜伽褲 也很舒服 在機上 盡量不會穿牛仔褲 那些 鞋方面也是選一些舒服一點的 因為腳腳會發脹 所以選一些波鞋 其實拖鞋是最理想的 但可能腳趾有點冷 所以穿了一雙波鞋 這個是CDG的波鞋 而且是converse 他們好像是合作一樣的 手袋方面 我每一次坐飛機 我都是戴我最大的手袋 因為我很少會檢查我的行李 所以我省位 所以我戴我最大的手袋 就是這個Chanel 也配上一條褲子 而且黑色其實也蠻白白的 下一套就是這一套 很夏日的 有上衣服和一條褲 配上一個黃色的手袋 因為它也有黃色在這一套衣服裡面 然後方面 就是配上這雙Stella McCartney的鞋 就是這樣的 好 橙黑黃的背心 配上這條白色的牛仔褲 配上這個黃色的袋子 然後鞋方面 就是這個Chanel McCartney 也是一樣 是橙色的 我只戴上一件衣服 就是這件白色的衣服 因為白色可以配上任何東西 現在不如拍下我穿什麼 我穿了這件 剛才用來拍片的衣服 尾了那個蝴蝶 還有這條choker 這個紅色的Chanel袋 其實這雙鞋有點不配 但我想舒服一點 穿平底鞋 不用穿高跟鞋 然後就是這雙CDG的鞋 converse 然後這個Chanel袋 這條褲子 就是這個白色的短褲 然後就是這樣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還有跟平時的影片 真的有點不同 但也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點讚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Instagram Selfchat 還有Facebook 拜拜